我們是做了一些一個範例題 上禮拜這個範例題其實主要是判斷說是不是成年 也就是說當然前提是讓他可以輸入他的年齡 然後這個年齡裡面就是主要是做邏輯判斷 所以利用那個手機的APPAPP Inventor 裡面 他會取得 所以這個互動的方式可能要特別小心 當然第一個我們是先做一個 所以這個影片 裡面總共有六段影片 然後相關的畫面在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應該是在雲端上面的這邊底下 這個是下拉清單 年齡在這裡 也就是輸入年齡 然後把結果給顯示出來 那當然我們第一次練習的時候是成年跟未成年 就18歲 有沒有18歲 如果18歲的成年 18歲以下就未成年 18歲以上包含的話那就是成年 甚至的話我們把它改一下 本來是成年未成年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就是說先做個介面 所以將來你們設計一個APP大概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的話就是做一個這個叫介面 一般這個英文的縮寫就是UI UI的部分就是User Interface 就是我要怎麼樣跟使用者做個互動 那也就是說呢 主要當然這個UI盡量是越有善越好 所以最好是怎麼樣 最好是可能甚至連輸入都不用輸入 所以更厲害的如果AI的話 甚至以後這個AI的話 可能是不是結合相機的鏡頭 有沒有直接按一下 請你辨識一下 請問年齡都不用直接幫他辨識 請問你是幾歲嗎 有沒有自動去判斷說他的年紀 那他可以說你怎麼給我這個辨識 辨識對還是不對 那他可以自己再去修改 這個也蠻好玩的 其實AI的話 將來的AI的部分 其實跟現在傳統的那個介面 其實最大的不一樣 主要就是說人工不用再每次都輸入 所以有的時候使用者介面 能夠結合AI這是一件好事 自動辨識嘛 所以很多結合AI的可能就是會加一個相機的鏡頭 然後這個鏡頭的話隨時可以自己拍 然後AI本身其實他有一個特性 這個特性很重要 就是所謂的他可以做辨識 也就是說他可以自動辨識說呢 這個人的年紀應該是多少 然後自動給他一個結果的評語 有沒有那這樣就很方便了 那其次的話AI其實也沒有那麼的神通廣大 其實簡單講起來 根據我看的很多的相關書籍 其實我的結論大概是這樣 AI現在最重要的幾個功能就是第一個辨識 就有個鏡頭 第二個的話可以幫你什麼 幫你分類 比如說你是男生你是女生 或者你的年齡應該是介於 比如說未成年啦 青年壯年老年他會幫你分類 第三個的話就是幫你分群 除了分類之外還可以幫你把它放在不同的群組裡面 那這樣的話就不需要有人隨時在那邊去做這些事情 那我是覺得未來的AI應該會大大減少人力 所以以後少子的話 我看這個AI應該會大大流行 應該可能跟人力不足也應該有一點關係吧 OK 所以未來 大家你們在期末報告裡面 假設有一些地方APP Inventer 假如你不太會做的話 我是建議你也可以順便 現在這個結合那個ChargePT 我發現有些同學還蠻聰明的 會自己到那個ChargePT裡面詢問一下 請問一下 如果我要做一個什麼樣的APP 那有沒有什麼地方該怎麼做 你可以問ChargePT 有的時候他會給你一些相關的答案 而且甚至有同學還蠻厲害的 像有同學做那個畢業專題的時候 好像那個有些東西不會做 他網路ChargePT查一下 居然他可以把那個東西做出來 還秀給我看 哇好厲害喔 我說你怎麼做的 沒有那ChargePT交的 真的讓我覺得蠻驚訝的 所以有的東西 如果你實在不會沒關係 你其實除了說我們上課講到的 其他部分的話你也可以結合 當然基本的東西也要會 所以做邏輯判斷的部分 如果True跟False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把這個圖給抓出來 其實就是當按鈕被點選的時候 那做這個邏輯 所以中間外面這個是一個事件 就是當按鈕被按下去的時候 然後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地方叫如果 其實如果有點像我們VBA寫的if if什麼事呢 if它輸入的文字 就是在那個文字 文字方塊裡面 它輸入的文字如果小於18的話 那因為18是一個數字 所以特別注意 數字的話一定是藍色 OK 那你千萬記得你不要用這個 這個這樣沒了 這個有點像紫色 紫色是文字 你文字不能有雙1號 不然這樣它就沒有辦法做判斷 因為大於小於等於其實是數字 後面一定要加數字 所以記得一定要藍色的 然後呢 就把什麼呢 把底下的這個地方 改成未成年 所以其實這個顯示出來 下面這一塊 其實就是這個 叫標籤 把它加三個字就未成年 反之的話呢就是成年 OK 那當然呢 我們除了說呢 可以數跟force之外 上禮拜還講到就是說 可以把它改成三種選項 成年的話又分成三個 就是我這邊是自己定義的 就是青年的話是18到30 壯年是31到65 然後老年的話是65以上 所以如果要拆分的話 總共就是未成年 然後再成年分三種 所以總共有四個邏輯 所以如果四個邏輯的話 就是上禮拜做的 本來是如果 否則對不對 那你就是在中間再加 否則如果 否則如果 然後這個 這個否則如果後面加的 其實跟上面這個有點像 就是上面這個是一個邏輯判斷 但是可能會需要做兩個邏輯判斷 所以這個跟這個 有沒有 那它必須大於等於是8 而且是小於等於30的話 那顯示是青年 並且底下我們後來又加了一張圖片 能夠讓它顯示出來 有沒有 所以以後 假設你要做一些邏輯判斷的話 那可以仿照類似的方法 可以把它呈現出來 OK 所以期末報告我是希望說 你們可以找一個跟文學有關的 當然 當然我是比較想說 你喜歡哪個文學家吧 我剛好舉例像那個舒適 你可以把舒適的相關的作品可以找 應該還蠻好找 網路上一大堆 然後他生平介紹 你就維基百科有一大堆 你不用全部貼 你就找那個最重要的部分 然後把它羅列出來 然後邏輯判斷的話就是說 反正你們自己想 構想一下 其他像是那個 一些美工的部分 你們可以自己再加上去 像比如說底圖 我們好像上課都沒有特別 可是如果你想要讓它漂亮一點 其實你可以自己再加一些底圖 好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年齡判斷 有沒有 其實根據那個WHO 其實劃分全球人體的數值平均年齡 其實它劃分的又跟我們這個標準不一樣 不過我是覺得它這邊還有加上一個 長壽老人100歲以上 這個有點太over了 然後還有老年人 因為現在台灣也是慢慢走向那個老齡化社會 而且也是超高老齡化 所以現在長照的問題其實蠻嚴重的 像 像我最近有跟一個以前的大學同學 那個聊天 他最近好像也是因為父母親年紀都大了 所以都有長照的問題 然後他們家裡就找了那個外傭 可是外傭一直出問題 他也覺得很麻煩 因為他家裡又剛好在南部 他每次要從北部要南下 所以真的是 所以這個老年照顧的問題 是不是將來能夠結合像 AI的部分 可以再減少 不過這個可能 以後設計出一些AI機器人 幫忙照顧之類的 好啦 那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就是關於年齡 另外其實上面這一題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就判斷成績 比如說輸入不同成績 顯示ABCD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如果要設計一個BMI的一個APP 比如說我今天我希望寫一個這個BMI的APP 這個BMI APP就是說呢 當然如果你不知道那個BMI 那你其實可以搜尋一下 其實BMI關鍵是打上去就有了 BMI 第一個這邊亞中英有提供一個計算器 那其實BMI的公式這邊有 就是你的體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記得是公尺 不是公分喔 OK 所以你只要取得它的體重跟它的身高 然後得到的結果 那就會是它的什麼 它的BMI值 那BMI值如果是什麼才是正常 所以你們等一下也可以算看自己是不是正常範圍 因為你們現在年紀應該都蠻正常的 可是到有個年紀的時候 其實都比較容易 比較過重 那所以如果假設 如果它身高180 那體重的話可能也是80 那它標準算是好還是 算是正常還是過胖 看一下 開始計算 得到的結果是24.6 所以它如果180 體重80的話 然後24.6 24.6 剛好有點過胖 所以如果 那假設應該是怎麼樣才是比較標準的 所以其實它應該 它如果減肥兩公斤的話 78公斤會不會是正常 有沒有 它如果剛好減兩公斤的話 那剛好就是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看你的那個身高跟你的體重加上去之後 會不會是標準的 OK 這個應該是要BMI 所以如果假設 你希望維持一個健康的體態的話 那恐怕還是要注意一下 到底你的BMI 是不是在正常範圍之內 OK 所以正常範圍應該是 不過它24應該也是過胖 為什麼 因為這個標準好像是要 小於24 所以它如果剛好24的話 那也算是過重 所以它應該在 可能在一公斤吧 77應該就比較剛剛好 有沒有 對 77應該是 23.7 好 所以喔 如果假設 我們 現在這個BMI的計算器 是在網頁 可是我今天希望呢 讓它可以呢 把它寫在我們的 APP Inventor裡面 所以待會請各位建立一個 專案 這個專案的話 我這邊已經做好了 大概長這樣 升高讓它輸入 體重讓它輸入 按下計算BMI 然後把結果顯示出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我剛剛已經把它 這個 夜神模擬器裝起來了 然後並且 這很麻煩 這個把它略過好了 OK 然後 這邊的話一樣 把它改成那個 手機的版本 然後呢 我把它run一下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它download了 然後把它執行 我讓它執行在那個 夜神模擬器裡面 run給各位看 我先demo一下 大概就講這樣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做一個計算BMI的 一個 這個手機APP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當然你們現在一些細節部分 可以變更沒關係 不一定要完全長得一模一樣 OK 這馬上為什麼要載這個遊戲 這是不是直接就給我 沒有 OK 那我把剛剛 已經下載的這個BMI 把它run起來好了 其實run還蠻快的 好 那這邊就出現BMI的這個APP 然後呢 它會把它打開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OK 那當然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 欸 身高這個是標籤 然後裡面的話 比如說輸入它的 身高 身高180 OK 然後體重的話 為什麼體重單位公分 這個有點錯 應該公斤 這有打錯 好 那比如說它 80公斤 剛剛75公斤好了 要計算一下 欸 有沒有 它這邊會顯示BMI 然後多少 小數點應該取 取到小數點這麼多位 不過其實可以取到整數位 然後這邊底下會出現 它是正常飯 而且底下會修一張圖出來 當然至於這個圖 我是網路上抓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個圖有點太稠的話 那你們自己網路上找找看 甚至你不一定要抓那個 有人的 甚至你是不是可以抓一個 怎麼講 象徵的一個圖 甚至你可以放一隻動物也可以 什麼動物就是 看起來就是標準身材 那什麼動物看起來就過瘦 什麼動物看起來就過胖 反正你自己發揮你的想像力 有幽默一下也沒關係 那如果假設 它的體重是85公斤的話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它變胖 過壯有沒有 那如果它變成95公斤的話 輕度肥胖 那如果它100公斤 100公斤 100公斤 有沒有 重度肥胖 這邊會顯示出它的BMI 然後它的評語 還有它一張圖 OK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寫一個 BMI的一個APP 那輸入的部分的話 主要是上面這個部分 上面部分的話 總共就是一個標籤 然後這邊輸入升高 然後這個第二個標籤 第二個就是它的體重 按一個按鈕 所以總共應該主要有 一二三四五個元件 那底下的話這個也是個標籤 這個應該是一個 本身就一個標籤 那底下就一張圖 所以最後的顯示結果 就是標籤跟一個圖 所以呢 第一個請各位待會兒 先開啟一個新的專案 所以這個專案部分的話 那你就直接新一個專案 那專案名稱的話也許 就叫BMI好了 那裡面的話我大概秀一下 大概裡面放了哪些東西 那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希望讓升高放這邊 然後呢 它的文字輸入盒放它的另外一邊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上面其實加了一個水平配置 這個好像我之前講過 你可以在這個使用者介面的下面這邊 介面配置 我用這一個 把它拖拉進來之後 把標籤1跟文字輸入合1放到裡面去 那並且修改它的那個什麼 字的大小 我原來可能是 好像原來14吧 10太小 我把它改成18 那如果你覺得18太小 那你可以改成20 或其他數字 那我把它改18 那其他的話這邊應該這麼一改 再來的話 這個文字輸入盒 一樣我把它改成18 那提示的部分的話呢 這邊就是單位 冒號公分 讓它輸入公分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假設它輸入的是公分的話 那將來你可能在那個公式裡面 一定要再把它處理100 因為它最後需要的公式一定是公尺 而不是公分 那一樣的方式就是把這個 這個做完之後 在底下再做第二個文字 就標籤2 就是裡面放體重一樣的方式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讓它輸入什麼 文字輸入盒2 裡面的話字的大小18 那底下的話呢 就是提示的話 單位冒號應該是公斤啦 我剛剛這個地方錯了 把它改一下 因為可能是直接把上面的那個提示 直接複製貼忘了改 那再來底下再拖一個按鈕 所以按鈕的話 使用者介面這邊有按鈕 拖拉過來 那這個按鈕的話呢 其實也沒改什麼 主要是把文字上面做一個變更 文字裡面把它改成叫做計算BMI 那至於說你想不希望讓它 因為它預設是靠左邊 如果你想要讓它換個位置的話 那目前當然 這邊應該沒辦法去調整 如果你要調整它的位置的話 一樣你變成說 你需要做一個配置 那如果你假設要把它 做一個橫向配置的話 可能還是需要在它上面 加一個這個叫水平配置 然後把按鈕拖拉進來 那拖拉進來之後的話呢 再針對這個配置 讓它可以去做一些調整 OK 不然的話它可能就沒辦法 按照你想要的那個樣子去做排列 那底下的話就是一個標籤 這邊有個標籤3 標籤3的話就是最後的那個評語 還有一個圖像 圖像的話就是圖像1 圖像1的話是 也是下面這邊有一個圖像 所以那這個兩個主要是 這個是顯示最後的BMI結果 跟它的評語 然後底下的這個圖像1的話 就是放將來那一張圖 所以將來我會在這邊載入幾張圖 就總共它的那個計算結果邏輯總共有幾種 過輕一種 標準一種 有沒有正常嘛 1 2 3 4 5 6 所以我就找了六張圖 然後把這六張圖呢 也分別把它上傳 分別1 2 3 4 5 6 反正就按照那個 它的那個最後的一個評語 然後給不同的圖顯示出來 那就把它放在圖像裡面 所以這邊需要做一個邏輯判斷喔 請各位先試著把這個BMI計算的 這個APP的介面 所以這個介面先做出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這個程式怎麼跑 那它怎麼樣可以介面做出來囉 那程式部分的話就是再來寫 不過這個程式其實也不難 主要就是也是當這個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然後我把他前面的這兩個資料 取得之後 然後先計算出BMI 然後得到BMI結果 把它繡在這個標籤3裡面 然後並且 再抓一張對應的圖給他 這樣就OK了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試著寫一個 這個BMI計算的一個APP OK 試試看 那如果可以自己寫是最好的 如果可以自己把它寫得出來 如果自己可以寫得出來 如果我還沒講你寫得出來 那你可以舉手 我可以幫你加分 表示你這個 具備有那個APP的撰寫能力 算是很棒的 OK 那現在當然這個時代 其實真的滿缺 就是你懂得怎麼樣把這個 一個東西把它繡在APP上面 這個其實我覺得滿需要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人眼睛的焦點 其實你會發現 好像大部分時間都一定會看一下手機 有沒有好像 甚至出門的時候忘了帶手機 好像就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假設 很多東西因為大家都習慣用手機APP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很多東西的訊息 通通打包成一個APP 然後這樣的話對很多人來說是很方便的事情 所以請各位每月思考看看 OK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程式部分